抱歉 好 大家好 我是凱燕 那我就是今天的第四位夜 那謝謝 藉由剛剛大家的掌聲 謝謝教典臺會 然後給我的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那剛剛有提到我是一個國中老師 那平常跟中二生相處了很久 對 中二生 然後呢 身心具體 所以我開始往外走 走出我的舒適圈 然後開始去參加不同的活動 所以 教典臺北 在教典臺北之前 我參加了一個活動 第四個 為女兒圖 好 在為女兒圖圖我講過一本書 那叫做為自己出征 然後還有公主的運動 那 我本身是學生物的 所以我當生物老師 這是我的工作 但是因為我開始走出我的舒適圈 我開始接觸新的事物 我喜歡和人相處 我就去學了很多關心理的東西 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這有三個字 剛剛講過 夢還有我們的協會 最重要的是安定人心 希望用自己的小力量 跟大家的重力量 一起為這社會做一些改變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剛剛謝謝余慶拿 給了一個這麼溫馨的環境給我 因為我想丟一些問題 問大家 你了解自己現在的情緒嗎 好 相信都了解 但是你了解你身邊朋友 你最好朋友的情緒嗎 對不對 好 這個問題 因為情緒這個話題 接下來我要帶入 代表什麼 因失路的僵屍 大家有看過嗎 我們社會上 雖然沒有真的僵屍 但是有一群人 他們是一群情緒不太穩定的人 平常的時候 溫良恭敬大 可是當他遇到不順心的時候 他就像僵屍一樣 會將點情的獵物失順 而我們要從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社會的安全網 我們必須要先拆除這一些 情緒不好的人 這種未爆彈 所以我們怎麼做 我們從關心身邊的朋友 開始做起 所以我也邀請各位今天回去 把你在江點台北 今天聽到的一些好的觀念 分享給你身邊最好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是不關心你的 這些話只是平常不好意思說出口 我們心中是充滿愛的 好 這是我們的協會 我們之前一群人 在去年大概五月六月的時候 我們開始了一群 開始了讀書會 那這是在讀為自己祝贈 那透過讀書會 還有接下來的工作方 有看到這個 這不是驅魔喔 這個 這不是驅魔 這個是很多標籤 我們常常說 你說你身上聽了很多標籤 但是我們都沒有看到 在這個活動中 我的身上被貼滿了很多標籤 所以 藉由剛剛講著 有去那的 你認識你自己嗎 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 這些標籤 是你要的 還是別人印象在你身上的 你怎麼生活 你順著這些標籤生活嗎 這些標籤會不會讓你覺得 人生搞得太複雜 我要迎合這個 要迎合那個 是否有類似的感覺 來這裡 安定自己的內心第一步 就是停 停止那些想法 停止那些標籤對你的想法 回到你自己身上 回到你自己身上 你才是你自己的主人 還有我們有進行家庭重塑 這又是我 然後這高高的 這高高的 站高高的 他代表了我的父母親 從小我就是乖寶寶 什麼不會 最會考試 所以 台大畢業之後 我選擇 聽爸爸的話 去當老師 人生轉了一個彎 然後投入最難考的教師認識 那考完之後呢 我的下一步 我不知道做什麼 就像在座的很 各位年輕人 有些年輕人一樣 跟朋友一樣 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麼 所以我開始不斷地去探索我自己 因為我知道 我要知道我的問題跟源 我才能去改變 所以我通過家庭重塑 了解到爸媽 我在爸媽對我 不是我對他之間 我們的互動是怎樣 這是我們的家庭重作 再來 這個部分 是一些小朋友 我們跟一些青少年 辦一些活動 他們把他們的心情 畫在這個畫上面 透過他們訴訟他們的畫 解釋出他們的想法 OK 這是我們的塑膝活動 去探索一些挑戰 探索一些自己不敢做的事情 勇於挑戰 也就是勇敢 這是我們的協會 那說了這麼多 大家可以想說 奇怪 不是要講西方心理學嗎 還有東方哲學嗎 怎麼還沒講 來 其實西方心理學有很多 譬如說 譬如說潛意識 或是被討厭的勇氣 對不對 阿德勒 當然我接觸的 它叫做薩迪爾冰山理論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座冰山 表面上你會做出來的動作 但是內在潛藏的動機 也許是你的情緒 你的需求 甚至於你過去發生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 對我們來說已經發生了 我們無法去更改 我們無法去更改 所以 請允許自己的情緒流動 並且去學習著欣賞你自己 也是呼應 我聽允許剛剛講的 你的強項 你的強項在哪裡 所以今天場得很巧 有四個頁 然後兩個主題 我們又重複到 我覺得這感覺是非常 有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似曾相識的感覺 接著 我們來討論東方哲學 請問你腦袋中的東方哲學是什麼 孔子說 對不對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以仁倫出發的儒家 是不是 或是崇尚實用的莫家 OK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有一本書 它最真誠 它不攪樓作作 它專門解決問題 它叫做《易經》 它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一本書 很多人都把它當成占卜的書 它有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代表了六十四種不同的狀態 它是一種人生的哲學 人生的準則 在一個因緣機會之下 我接觸了 我接觸了這套學問 原因是什麼 我老師問我 我也問各位 請問你要用兩分鐘 還是花兩年 這兩年也不一定會很準的來認識一個人 要兩分鐘的舉手 大家不是要兩分鐘 在現在這個時代迅速變化之下 大家講求的是機會成本 講求的是時間 你如果很快速的可以在短時間內了解自己 身邊的人事物以及已經所處的一個環境 生活起來是不是變得更有效力 於是這一點讓我進入了對東方哲學的一個研究 好 那我們來比較東方跟西方差別在哪裡 來這是東方的溝通跟西方的溝通 請問你覺得東方人的溝通是在螢幕的右邊還是螢幕的左邊 東方人的溝通 來西方人沒錯 東方人的溝通在這裡 請問西方人說我愛你怎麼講 就直接I love you 對不對 爸爸對小孩對不對 我說小孩對爸爸 Dad I love you 東方人怎麼表達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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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多穿衣服啊 會不會忍啊 說對不對 或者是 今天我要買車不要回家 可能我家在南部 我跟我媽媽說 媽我自己不要回家耶 媽媽會怎麼跟你講 家裡沒什麼事 不用回來啦 對不對 而且你在台北對不對 工作很辛苦多休息 他這句話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希望你可以不要周策勞頓 希望你可以把錢省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看東方人在處理事情上面 就是會這樣子稍微繞個圈圈 於是我們就採用西方人最直接的問句 曾經有個案例 我的同事 他跟他的小孩關係處不好 小孩高中了 他們兩個還會言語相像 爸爸跟小孩跟兒子 然後呢 兒子還會有肢體衝突 爸爸來找我 然後我看了一下 我了解一下 透過一些方法 我了解 原來爸爸個性 他溺愛小孩 但是我們必須要想 冰山下面 溺愛這個動作 冰山下面的用意是什麼 是不是想要要求他 我一定要有要求你 希望你做我想要你做的事情 對不對 可是小孩個性並不是 小孩是需要掌聲的 小孩是需要被肯定的 那我就問那個爸爸一個問題喔 我也問各位 你的 我問那個爸爸說 你的父母親愛你嗎 那爸爸就是你去說 愛 那我就問他說 請問他們給你的愛 是你要的嗎 爸爸就開始把手放下 進入一個思考的狀態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 我們用最直接的問句 去找到問題的核心 你給的愛 是你小孩子要的嗎 繞了一大圈 是他要的嗎 我讓他去反思這個之間的落差 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爸爸還跟我說 他做到了 他跟他小孩慢慢的和解 當他和解的時候 他跟他老婆的關係也變好了 那對我來說 我們是不是達到了一個安定人心的效果 是不是救了一個家庭 本來要吵吵鬧鬧 四分五裂的 我們是不是完成了 所以這是我在期許的 我們能做一個安定人心的事 那東方哲學跟西方心理學 就像這張圖 這不是拿來辟邪用的 好像是八卦鏡 不是 東方原理學 就像太極 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 他們兩個看似衝突 但是彼此是互相依微 他們有共同想要完成的事情 共同想要去推動的事情 我們再用比較現實的例子來講 這是太陽 這是月亮 太陽跟月亮其實不是分開的 他們可以同時存在這個世界上 同時存在那個空中 對不對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去結合它 怎麼讓彼此不要是白天在不懂夜人 所以 剛剛我們有請壽星來許願 對不對 那現在 大家可以閉上眼睛 因為這邊 這是我朋友拍的 他在現場 他說 這邊有兩顆流星 他要送給大家 你可以看到流星可以許願 而且你可以許兩個願 沒有兩顆 那這句話也是我送給各位 因為覺知是改變的企業 發現自己 認識自己 你就走在改變的道路上 沉添自己 讓自己跟內心的小孩對話 讓允許自己的情緒流動 想哭就用力的哭 當情緒流動的時候 很多問題很多事情會被解決 我也曾經聽過一個脫口秀的演員 他說 表演是要發自你的內心 你的情緒要完全流動 觀眾才看得出來 觀眾是 眼睛是血亮的 你情緒沒有流動的時候 你的表演是空的 所以 拿起手機 跟你的朋友表達說 你平常吃吃休慮 表達內心的感受 但是其實你是充滿他 最後 用自己的小力量 還有各位的重力量 我們一起為這社會做一些改變 我們一起來做一些安定的新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小明星期間 謝謝 謝謝